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时间今晚20点宣布这一决定 对于洛佩特级来说 他的下课或许已经无法避免 此一赛后 就连巴巴主帅巴尔维德也直言 洛佩特级现在的处境很复杂 我不喜欢教练被解雇 不管是洛佩特级还是其他人 而洛佩特级仍不想下课 我再继续想着球队未来的赛程 尽管这是相当悲伤的一天 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我觉得球队会变得更好 洛佩特级说道 不过 现实是残酷的 新美如今第一时间披露 洛佩特级即将下课 而孔帝将走马上任 黄马将召开新闻发布会 时间是北京时间10月29日 晚上20点 6月12日 黄马官方宣布洛佩特级走马上任 如今才过去四个多月的时间 洛佩特级在黄马的执教生涯似乎走到了尽头 洛佩特级在接手黄马之后 执教十四场比赛 鉴定下其中六场 其中连赛连续五轮不胜 西美表示 黄马先帅已经确定 那就是孔帝 本来 黄马准备让二队主帅索拉里执教一线队 但或许是这场惨败对黄马触动太大 他们准备请孔帝执教 此前 切尔西和孔帝已经达成了协议 双方同意中只剩下的合同 北京时间今晚 孔帝旧 极有可能亮相伯南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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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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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